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让人不知如何是好的领袖 一个140亿美元身价的酋长 纯种赛马运动产业中的大班 在他巴掌大小 寸草不生的炎热海岛上 建造了无数第一的冒险家 他曾为世界媒体广为追捧 人们为他的成功所震慑 他就是人人称献的迪拜酋长 谢赫·莫汉默德 1949年7月22日 谢赫·莫汉默德出生在迪拜部落酋长 谢赫·拉士德 本萨伊德 阿勒马克图姆家中 是谢赫·拉士德的第三个儿子 从小 谢赫·莫汉默德就是个活泼好动的孩子 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踢着皮球倒着毛 但是王子受的的教育是严格的 从四岁开始 谢赫·莫汉默德就开始跟家庭教师 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义 六岁上小学 1966年8月 17岁的他跟着堂兄弟 谢赫·莫汉默德 本哈里发·阿勒马克图姆一起 赋予英国剑桥的 贝尔语言学校学习 在那里 穿着白袍的阿拉伯王子 丰富了对西方文明的了解 也许部分因为如此 当他成为酋长之后 围绕在他身边的纸囊 几乎全是西方人 金氏海俗的创意 来自国际团队 不过蜀安迪拜的人知道 迪拜还没有吸引到世界一流人才 那些人还留在华尔街 迪拜的经济管理 是二流人才 加东方君主统治 这也为日后危机 挨下伏笔 1995年3月 老酋长签署了两套指令 任命莫汉默德 为迪拜的王位继承人 在此之前 他辅佐兄长 负责迪拜的行政管理 安全 海关 港务等事务 并签任联邦国防部长 他为这个席位 已经等待了十多年 2006年1月 莫汉默德 即他去世的兄长 成为了迪拜真正统治者 他同时也被任命为 下一任阿联酋总理和副总统 此时 西方还没有真正熟悉 这个创造奇迹的人物 2007年3月9日 连伦敦的大都汇报纸 还错误地将 莫汉默德酋长的画像 作为恐怖分子 哈利德协和 莫汉默德的画像登出 但谁会相信 此时他领导的迪拜 已经成为世界上 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 每年经济增长达16% 可这一切 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真正令世界为之震撼的 还有他另一个身份 那就是杨马大亨 莫汉默德受其负影响 他幼年时期 就对马亲友独钟 1977年6月20日 马皮哈塔 为谢赫莫汉默德 赢得了他赛马上衙中的 第一个头马 从此之后 他对赛马的热爱 一分而不可收 1992年 哥德芬马坊出现 到1994年 征战全球的哥德芬马坊成立 他的马 几乎赢得了世界上 每一种重要比赛 2008年 谢赫莫汉默德的达雷集团 又买下了 肯塔基州碎石马场 该马场于1994年创建 其主人是大名鼎鼎的 休斯顿德州人队的老板 鲍勃·麦芬纳尔 达雷集团买下该场的 80多匹赛马 和170匹繁运木马 有局 还包括一个2000英亩的农场 和在南卡罗莱纳州 艾肯的训练中心 也在同一年 第一百球场 莫汉默德 直接豪致死以6000万美元 将澳大利亚 以及大王 英格海姆 所拥有的 伍德兰茨马场 全盘收购 包括1000匹纯血马 两个种马场 一个训练场 还有在悉尼和末尔本的 赛马竞赛马房 全部手入囊中 至此 莫汉默德 不仅成功即身为 春中马帆域 及赛马领域 最知名的一万富豪 也是赛马运动历史上 最大手笔的买家 2009年 他一口气购买了 Fasic Tipton拍卖会上 差不多十分之四的 单手两句 2010年 他花费640万美元 购买了九分之一的马鞠 他在拍卖会上 也独独创造了 三次世界纪录 九次欧洲纪录 有人喜说 任何人的出价 都不可能比一国之君更高 而那号称 号自27亿美元 打造的美丹赛马场 更是被称为 穆罕默德酋长 愿景中的巅峰之作 它是世界上最豪华 最漂亮的赛马场 拥有容纳6万名观众的砍台 砍台大楼绵延1.6公里 整个赛马场 可容纳12万人 容纳小轿车8600辆 长达110米的 世界上最大的室外电子音频 可以进展赛马风采 这样的赛马场 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它同时上演这一场 世界上最昂贵的赛马 迪拜世界杯 含有迪拜世界杯的 迪拜国际赛马 奖金华的总奖金 更是高得出奇 2012年 总奖金数 已达2725万美元 迪拜赛马 在世界赛马季的巨大影响 大大提高了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 国际影响力 但视野的巨大成功 却只是穆罕默德 生涯中的一部分 更令人无比羡慕的 还是穆罕默德的忘年恋 2004年 作为王储的 契合穆罕默德 娶了美丽的 约旦公主哈亚 当时穆罕默德55岁 哈亚公主30岁 哈亚公主是马术运动员 1974年出生 自2006年开始 任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 2010年再次连任 她也是一位 酷爱马的著名人士 她曾是约旦第一位 获得重型卡车 驾驶执照的妇女 酋长是一位赛马 杨马达亨 哈亚公主 是一位马术运动员 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 两者完美结合 可以说是国际马级的 一大兴致 然而近日 英国最高法院 公布的调查结果 却令整个世界为之轰动 国际上也是大吃一惊 英国高等法院裁定 迪拜酋长 阿拉伯酋长国副总统 谢赫莫罕默德 绑架并折磨自己的 两位亲生女儿 并且利用权力 严重恐吓威胁 她的前王妃 哈亚公主 酋长的行为 违反了英国的法律 国际法 以及国际公认的人权准则 这下 全世界的吃瓜群众 都在注视着 迪拜酋长 和她逃去英国的测试 哈亚公主 在英国最高法庭 对簿公堂 迪拜王室又死袭来了 此时 不了解迪拜的人该问了 这位王妃是谁 她为啥放着荣华富贵不小 要逃离迪拜呢 在成为迪拜王妃前 哈亚也是 约旦身份尊贵的公主 她的父亲 是深圳中东的老国王 侯赛伊 哥哥是约旦现任国王 阿普杜拉 可以说 就算不嫁给穆罕默德 哈亚的人生 也能过得十分精彩 可当接受西方教育 十分开明的哈亚 遇上大男子主义 又强权的穆罕默德 两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生活中的矛盾 都在一步一步 杀死他们的爱情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拥有两个孩子的 和睦家庭 分崩离析 据消息称 2017年 哈亚公主 与她的英国保镖 Russell Flower 开始哄外情 酋长在2019年 发现了死事 当时她愤怒地 打电话给哈亚 指责并警告她 话说回来 在迪拜王室的男人 可以取很多测试 但女性就必须忠于丈夫 这在哈亚公主眼里看来 本来就很迷惑 虽然酋长妻子情人众多 却认为哈亚出轨 绝对不能原谅 很快 她的办公室被关闭 一大批人 开始调查她的财务状况 紧接着 酋长在哈亚公主 不知情的情况下 单方面宣布离婚 离婚当天 正是哈亚夫妻 20周年即日 酋长觉得 妻子出轨有损颜面 一开始 只是想恶心恶心她 却没想到 哈亚已经揪出了她的秘密 她要封住哈亚的口 开启了对她 连续几个月的死亡威胁 看着酋长 似乎下了决心 要收拾自己 在极度的恐慌之中 哈亚带着两个孩子 还有酋长害怕暴露的秘密 逃到了英国伦敦 有什么比妻子出轨 还让酋长害怕被暴露 两张残忍的保驾案 事情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酋长的两个女孩 莎萨姆和纳提法 两人都是另一名妻子 霍里亚艾哈迈德 拉玛拉索生 但这两个女儿 都选择逃离迪拜 不少人以为 迪拜王室的人 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要是没有什么 这次开庭 出逃的哈亚王妃 对迪拜求让控诉 让人们看到了迪拜王室女性 在光鲜亮丽的背后 犹如囚徒一般的生活 2000年 当时还只有18岁的沙撒姆公主 去英国度假 随后 沙撒姆公主 故意在英国躲起来了 并寻找移民的方法 公主这一出逃事件 当时也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关注 只是 自从她8月出现在 剑桥街道上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 仿佛同样的事件 2018年2月 沙撒姆公主的妹妹纳提法 也萌生了逃离皇宫的想法 纳提法公主 在朋友的帮助下 逃到了印度 并在网上曝光姐姐之前 不是失踪 而是被酋长父亲绑架 并关在了王宫中 自己和姐姐 被父亲虐待囚禁多年 拉提法说 姐姐被抓以后 被24小时监控囚禁 用药物精神控制 在受紧折磨后 曾多次尝试自杀未遂 此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但几个月后 千辛万苦逃离苦海的纳提法 在游艇上 还是被15个蒙面人 绑回了迪拜 最后 迫于国际社会的娱乐压力 迪拜王室不得不放出一段 他与联合国前任人权事务官员 玛丽·罗宾逊一起进餐的视频 并声称 拉提法毫发无损 但视频里的拉提法公主 头发凌断 神情呆滞 嘴边挂着奇怪的小容 始终没有看向镜头 这种种证据 都鉴质迪拜王室 让嫁入迪拜王室的哈雅公主 开始胆寒 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 踏场同样的悲剧 哈雅很果敢的 选择了逃离这看似富贵 实际上毫无自由的黄金龙子 在迪拜王室中 公主可以拥有一切 独独不能拥有自由的婚姻 2019年4月15日 受到穆罕默德两次死亡威胁后 惊恐不已的哈雅公主 带着儿女成功出逃 躲进了自己在伦敦的豪宅中 享受着顶尖保安待遇 但和对待女儿不同 穆罕默德并不敢把哈雅王妃 绑回迪拜 毕竟她除了是自己妻子怪 还是约旦王室公主 是约旦大使馆 近期任命的 约旦驻伦敦特使 在这种情况下的任何绑架行动 都会被认为是 对约旦 对英国的外交挑衅 得到来自娘家的安保背书后 哈雅王室一时诉装 将穆罕默德告上了法庭 开始与前夫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这场耗资超过520万银帮的官司 打得可谓是轰轰烈烈 双方都请了能请到的最贵的律师 哈雅王妃指责穆罕默德 绑架自己的女儿 穆罕默德则声称 哈雅王妃与保安通奸 最终 2020年3月 法庭做出了有利于哈雅王妃的判决 并确认了穆罕默德抓女儿回国的行为 属于绑架 秦瑟和明的背后 其实一直都是那个 把妻子当中宣传攻击的穆罕默德 作为一名21世纪的君主 穆罕默德的统治 十分先进而开明 他大理发展迪拜旅游业 开创了举世闻名的阿联酋航空 主持建设了世界第一高楼 迪拜塔和世界唯一的骑行酒店 帆船酒店 早在90年代 穆罕默德就意识到 石油总有一天会挖完 于是 他频频投资互联网 港口和房地产 并斩获颇风 2019年 迪拜95%以上的GDP 都不是靠石油创造 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执着一项实现 展示现代迪拜的莫默德 也没有忘记改善女性权益 得益于他的促进 迪拜女性拥有了包括开车 投票和工作在内多项权利 她们可以离婚 可以被列为财产继承人 甚至可以作为官员 参与政府工作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一份报告中 迪拜所在的阿联酋 在性别平等方面 排行中东和北非地区第二名 但总的来说 穆罕默德所领导的迪拜 依然在性别平等方面 远远落后 依然是一个男女 极不平等的封建国家 毕竟 在性别平等方面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整体排名 都是世界倒数 开明统治 促进女性权益的背后 一直都是那个 结了六次婚的封建帝王 穆罕默德 首英式叫宇兴涛 毕业于剑桥的穆罕默德 一直在镜头前 扮演着一系列完美形象 宠爱女儿的好父亲 和妻子 亲色和名的好丈夫 对国家 实行开明统治的好君主 然而 她囚禁了敢于逃跑的女儿 用死亡来威胁不听话的妻子 也并未真正改善女性 在这个国家的权益 她像是人展示的迪拜 和她自己一样 自相矛盾 一个用表面上的富贵优雅 来掩饰其黑暗落后的本质 一个生活在现代 却依然固守传统思想的 最恐怖的魔鬼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